2. 工作时用心认真是正确的 但是如果不在过程中得到快乐 只重视成果压力就变得很大 所以要用凋病的心情轻松与月底完成 不要执着起结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快乐的最终目标 1. 世间友情把追求自我的安乐当作最终目标 但是佛法修持者的最终目标很不一样 他们追求的是具备能帮助一切众生安乐的能力 中文字幕志愿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2. 修行者眼前得到的快乐 不过是修行所得来的副产品 这样的快乐能让他维持发展现在与未来利益众生的事业 无尽延续的爱与信 1. 这么多年来 有无数的人和我一起奉行佛陀的慈悲正法 因这些善行 让我感受到爱与友谊的强大力量 1. 碧亚 5. 碧亚 1. 碧亚 2. 碧亚 2. 碧亚 让我的内心 升起了一种真正的行星 彼此所建立起的关系 可以由这一世 延续到下一世 二 甚至在无穷尽的来生 我们不管做什么善业 古诗 念佛 放身 读经等等 会因为爱心 善心 再次把我们凝聚在一起 三 透过对众生的爱心 对佛法的信心 我们建立起的关系 恒久不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得不到快乐 一 一般人所谓的快乐 就是避开不快乐 就像是有人 一心想过的快乐 好让烦恼抛在脑后 二 例如买几部顶级轿车 买几栋超级豪宅 获得多位人人称线的伴侣 无数次出国旅游 这些人全部都做到了 但是他们追求快乐 却一刻也没有停止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还没尝过真正的快乐 不停止水 还没尝过再来 但是他们都做了 完全不停止水 能不能够 其他人都做了 如果他们都做了 百分之百 谢谢大家 这些人都做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隶属于海淘法师慈悲之业中华护身协会 在这占地约六分六的禁途上养育着许多的无名 拯救过无数刀口下抢救来的动物 以及遭人虐待遗弃的可怜小生命们 放眼望去整个坎顶护身园区内 动物们的活动空间皆属开放式 一只只小鸭和大白鹅悠闲地漫步在广大的旅池边 有的在池旁梳理雨衣或互相嬉戏 有的在水上自在悠游 可爱的大白兔们自从由室内空间搬到户外后 有效地大幅降低了生病率 更激发其活动力 来到狗儿们的活动区 无论是幼犬或是成犬 一见到人群便奋力摇尾 伴随着此起比落的叫声 此区除了有成犬怀还有不足六个月的幼犬 以及出生不到三周熬熬带步的狗仔们 猪舍里贪吃的猪肢们大口吃的满嘴都是不亦乐乎 动物们徜徉在舒适安乐的氛围 呈现一片祥和的天伦图 天地有爱人间有情 为了打造动物们安逸的生活环境 并维持园区的寓座 除了感谢海淘法师慈悲的大爱怀 也要感谢工作人员们 秉持着佛陀的教法 用爱心灌溉这片大家园 而为让此殊胜的慈悲善行生生不息 所有的动物们皆能与此安详晚年 并且永续经营坎顶无神远 动物们的桃花园 实践佛陀爱护一切生命的慈悲本怀 并成就救护生命的伟大功德 顾持账号42138483 42138483 顾名中华护生协会 顾名中华护生协会 可逐心中华护生协会 重量 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观音的慈悲 其实一个人的表情能够影响周围许多的人 而有些大德犹如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因为他们简单却真诚的微笑、神态和举止 都能吸引并感化无量无边的人们 各位这个要修啊 各位特别要新菩萨道 部分在家出家多用微笑给别人 多念观音菩萨、地藏菩萨 地藏经说的 下心含笑、亲手不失 一个乞丐、一只流浪狗 你很谦虚叫下心含着微笑 亲手给他 你给别人一个好的感觉 那你将来也会得到一个好的感觉 比如说你希望唱歌好听不要骂人 称赞别人 那你唱歌好听、声音好听 各位这个要开始学 要改造生命 这个叫修行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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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愿更多的人也和我们一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来解释放生知日苏 一世纪心动 保护其他的生命 保护我们生存的环境 愿各位多多的开意 生命电视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